国产游戏登上PlayStation发布会 这是要让国内外爆发武侠热潮的节奏啊 它就是在今日凌晨首次亮相就放出实际演示 并且瞬间获得百万关注的国产独座武侠游戏影之刃零 首先演示全程文化输出 你可以善用轻功、飞檐走壁、杀人于无形 也能应聘标局、且马英刚敌人 演示中鬼差、机关术、川剧变脸一一呈现 看得我那叫一个新潮澎湃 更有钢铁喷火武师、名副其实的红烧狮子头啊 根据目前的PV来看,战斗讲究以功为首 这行云流水的拼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武侠电影 一查才知道,原来还真是请来了著名的真家班做武术指导 为的就是保证战斗的爽快度和还原度 诶,看到这儿肯定会有人怀疑 如此丝滑的操作不可能是实际演示嘛 但其实静下心来,结合游戏的剧情分析 这游戏主角最多能获66天,你说他打架能不着急吗 开个玩笑哈 其实零友坊这几年一直在开发手游 在操作快捷键方面已经是玩得炉火纯青了 这些看似复杂的攻击动作 其实只需按下少量按键即可实现 毕竟咱们都不如武侠世界了 难道不是越酷看着越爽越好吗 对了,别看他首发就敢爆出实际演示 实际上该游戏仍处于早期阶段 目前只确认了PS以及PC平台 其他平台暂无音讯 所以不妨先期待一波影之刃灵在未来的表现吧 请示威仪 请示威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